那我們今天上第四課 上節課就是有教讀檔寫檔 這個已經非常重要了 我們今天要教一些簡單的資料整理 跟這個自訂函數 自訂函數是可以幫助我們把 我們現在程式碼已經開始有點長了 以後我們都要叫這個程式碼 難道我都要寫一大串嗎 當然不是 我們可以把它打包起來 變成一個簡單的函數 我們這邊首先叫自訂函數 自訂函數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第二節課是不是有教用回圈找指數 那是不是很大一串 那那麼大一串 如果我現在想要找的話 我是不是每次都要打那麼長的語法 很麻煩 如果我要重複使用 我有一些場合需要重複使用的時候 我就需要自訂函數來幫忙 那其實在R語言裡面 你們現在叫的所有函數 其實都是別人寫好的自訂函數 所以說我可以這樣跟你們講 就是我一開始上課跟你們講的那件事 你們寫程式不要老是想著說 遇到這個問題我要找什麼函數解決 那個函數也是別人寫出來的 好不好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自己把函數寫出來 這樣懂嗎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如何定義一個函數 我們先把它複製一串 複製這一串 好你可以看一下複製這一串 注意一下我們現在右邊 這個右邊是完全沒有東西了對不對 好你注意一下當我把這一串 我把它這一串 框起來按RUN之後 你有沒有注意到右邊出現了一個東西 叫addScore 這是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你可以看一下 我怎麼去指定這個function來做什麼 這個addScore就是我的functionName 然後 等於function 然後裡面 裡面input的參數是x 那大括號裡面呢 就是這個function要執行什麼事情 它執行什麼勒 開根號乘以10 這個是加分函數 就是我想要幫大家加分的時候 要用這種方式這樣子 不過我們這節課不需要加分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addScore 函數要怎麼用 你們還記得嗎 就是英文 或數字後面是不是接小括號 小括號之後輸入參數嘛 對不對 我們輸入個 舉例來說 原本考36分好了 按Enter 它是不是可以拿給我60 所以函數就是這樣用的嘛 對不對 這個可以接受嘛 對不對 好 當然你可以這樣打x x等於這樣子 好意思一樣 可以嗎 那我有了這個函數之後 是不是很方便 舉例來說 45分 我想看一下 67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 知道函數怎麼用了嘛 對不對 自訂函數怎麼產生 這個 這個就知道了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做 我們來做一個這個 比較複雜一點的這個函數 來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費波納奇數列 對不對 這個回圈 這邊有沒有人現在看不懂回圈的 應該沒有吧 對不對 我現在按下 x等於1跟1起始 然後從第三個做到第20個 i從3做到20 第一次的時候 i等於3 i等於3的時候 第三個x等於 第二個x加上第一個x i等於4 第四個x等於 第三個x加上第二個x 以此類推下去 所以你會獲得費波納奇數列 對不對 可以接受齁 這邊有沒有人看不懂的 看不懂沒有關係喔 我們可以再講慢一點 就是我們 我們這個課 就是 進度 沒有說非常快啊 就是 我們可以慢慢的 一步一步把它學會 這樣子 好不好 那 大家可以注意一件事情啊 就是其中 20這個數字 20這個數字 是不是可以 可以改變的 就是也許我想要20 我想要30對不對 類似這樣子 那我是不是 這邊是不是 就可以產生30個數字 對不對 好 所以說我現在 可不可以把30這個東西 拉出來 當然可以啦 好不好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Less的Sequence 等於20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 一樣也是20 然後我這裡改成 就要100好了 那我是不是就產生了100 喔這個100有點太大 這樣子看的就是 好 這是第50個數字 是不是這裡 所以現在我語法寫成這樣之後 是不是 我 我只要改LessSequence 就可以把 就是 費波納奇速列 全部都執行完 對不對 好那我要怎麼把它包成Function 咧 我要怎麼把它包成Function 是不是 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包 來你們看一下 我怎麼包喔 好我這樣包好了啦 我就是要 這個Function叫做 呃 Test Test 等於 Function 然後輸入什麼 輸入什麼參數 輸入LessSequence 這個參數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然後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是我要執行的程式碼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一串全部都放進去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一樣先把右邊清空 好然後一樣 拉起來按RUN 我們是不是可以產生了一個Test這個 函數 可以接受齁 那我們現在按Test TEST 20 它是不是就給了我20個數字 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按30 好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我要 我要做費波納奇速列的時候是不是很方便 這樣可以齁 好 但是 但是 就是 如果我們想要擴展費波納奇速列 讓使用者決定起始值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E開頭對不對 我們想要換成 這個 AB開 就是任意數字開頭可不可以 讓使用者指定 可以喔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A 這邊我寫A好不好 這裡寫B 可是我並沒有指定A跟B是什麼啊 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在小括號裡面來 A 斗點B 斗點這樣子 這樣子 我現在把 注意一下 現在TEST的函數 它的FUNCTION 然後括號裡面只有列Sequence 對不對 我現在再執行一次 有沒有注意到 有A B跟列Sequence 可以吧 那現在我的TEST函數 就可以輸入三個參數 起始值1 起始值1 然後列Sequence20 類似這樣子 Enter 這就答案一模一樣對不對 起始值是2 2 然後第三個數字是 舉例來說 8好了 是不是一樣 2 8開頭的菲波納奇數列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 那我們 我們來 這個 所以這個 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寫的那一串 好不好 只是我們這邊叫它 菲波納奇這樣子 好 所以自訂函數會用了嘛 對不對 好 那 這邊 呃 在教這個之前我再教大家一個 東西好了 這個上課 講義上面好像沒有 我看一下講義 喔講義沒有 好我來給你們看講義沒有一個東西 就是 呃 如果我在這邊 A等於 我這邊打A等於E B等於E 這樣子喔 好我現在 然後 我現在在執行一次 按RUN 好這邊是不是 我這邊右邊是不是改變了 我這邊有打A等於E B等於E 意思是什麼 就是如果我都什麼都不打 主要說我現在直接打 LEST SEQ 等於20 我是不是沒有下AB的參數 可是我按Enter它還是跑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預先指定 Default的值是什麼了 這樣知道吧 我可不可以還是改A跟B A等於 主要A等於3 一樣也是可以RUN的 這樣有注意到嗎 第一個數變3了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齁 所以說 我這邊示範的是什麼 就是你在編寫函數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給它Default Value 這樣可以齁 如果使用者不指定該項參數 那他就用預設值去做 這樣可以 好 是 是 嗯什麼意思 嗯什麼意思 直接打E 然後再打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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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會知道 第一個E 給誰 然後第二個E 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我聽懂你的意思了 你是說這樣嗎 主要是說1 1 20這樣嗎 對 可以啊 按了如果我按E 2 3 1 20 它就會這樣 你的問題是這個嗎 對 對 可是如果你這邊什麼都不打 打20 這樣不行喔 因為它是第三個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通常 欸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這樣 假如說你要控兩格嘛 對不對 欸這樣可以喔 喔好這樣可以 可是通常 我跟你講啦 通常 通常不會這樣打 通常啊 如果你真的寫一個函數 你要給別人用 你通常會把 那個 有Default Value的參數放在後面 所以你會 然後會把Default Value寫在前面 這樣你就 這樣就很方便啦 你懂的意思嗎 我現在再做一次 好那這樣子 Test這個函數 假如說我打20 它就可以直接做了 那 如果我要下額外的參數 我再去給它豆點 假如說豆點2 豆點5 類似這樣子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個 一般來講 邊寫函數的時候 會用這種形式 這樣子 好 那 寫完這個函數之後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當我打Test3的時候 真的沒有問題 三個 那我打2 咧 它會出現Error訊息 當然 這個Error訊息 我看不看得懂 我是看得懂的啦 畢竟這個函數是我寫的 對不對 它其實是告訴我回圈出問題 而且不可能3到2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是啊 可是這個 使用者你覺得 如果你今天 寫了一個Test函數 然後使用者看到這串 Error訊息 你覺得它會看得懂嗎 它不可能看得懂啊 你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你必須要給它一個限制 限制什麼呢 你可以跟 你可以在這個函數裡面 首先先去判斷說 這個last sequence 是不是大於3 大於等於3才開始 才可以 給它執行 這樣知道嗎 這是編寫函數的時候 你需要給使用者提示喔 所以你可以把這裡 給成 if last 然後把 我把這邊框起來 來看一下我這邊怎麼寫喔 在開始執行之前 我先問他 if last sequence 小於3 我這邊cat cat這個函數是什麼 是講話 講話可以嗎 這個我們之前好像 那個做回圈的時候 有示範過cat這個函數 對不對 然後 else else我才去執行 else我才去執行這一大串 對吧 這樣可以接送 我再按一次run 你看一下 我這次test 我如果打 3 它就會執行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打2勒 它就會告訴我 last sequence 必須大於3 必須大於等於3 這樣使用者是不是就會給一個很好的提示 好 注意喔 我這邊再多教一個東西好了 cat 顯示出來的是 文字 這樣沒有問題 使用者會知道 但實際上 如果我們給另外一個函數 要stop stop這個函數啊 會給出紅色的字體 好 它會給出error error訊息 這樣知道嗎 就是如果你要讓使用者明確的知道這是一個error訊息 你可以用stop這個函數 用cat也可以啦 cat 反正cat就有足夠的資訊了 這樣知道嗎 啊 stop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有時候使用者在判斷說 到底是不是error的時候 那 stop stop這個函數可以給他error訊息 這樣 就是 會標準化的告訴他 這是一個error訊息 這樣懂了嗎 好 那 所以這個 呃 寫函數這件事情看起來應該沒有那麼難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練習 這個練習是 這是我們當初在找直數的時候 所有的程式嘛 好 這是max100嘛 對不對 然後按下run 好 現在我們請你把它打包成一個函數 讓使用者可以決定 maxx是多少 那當然這個maxx 如果 小於 小於3 應該會出4 這樣知道吧 所以你必須在函數裡面做一些 就是 阻斷他 下達這個判斷的指令 這樣子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做一下 好 基本上這一題應該算是 我們所有練習題裡面相對簡單的一題啦 就是 呃 忘記了可能就是你可能 對阿語言的熟悉度還沒那麼高啦 對不對 那 看願不願意再花一點時間練習這樣 好 那 我們剛剛 再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剛剛我們寫函數的時候 函數應該長的什麼樣子 函數是不是應該寫成 類似這樣子 主要說 test 等於 function 然後 呃 這邊放參數嘛 然後這裡按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是要執行的程式碼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欸我們先把右邊清空好不好 這樣看得比較乾淨 好 那 有哪些程式碼要執行 是不是 這些就是我要執行的 對不對 好我把它貼到這裡來 好我把它貼到這裡來 可是 我有一個參數是需要輸入的阿 對不對 我需要輸入什麼參數 是max.x 這個是我要輸入的參數嘛 對不對 我可以把它貼到這裡來 好我甚至可以這樣子 max.x等於100 整個貼過來 那default的值就是100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 我是不是就可以全部 按run 所以它是不是出現test這個函數了 好我現在按test 100 它是不是就給我100以內的指數 它如果給我test20呢 是不是20以內的指數 欸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阿我 我第一 唯一的值就已經default 我可不可以什麼都不輸入阿 可以喔 這樣還是出得來 好不好 所以這個 這個函數就這樣寫 那當然啦 這樣寫完以後 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這個 如果我們輸入的是 2好了 會出問題 對吧 3可以 好所以說我們要怎麼避免這個問題勒 if max 點 x 他大 小於 小於這個 3的話 那我們這邊可以給他寫 stop 對不對 cat也可以啦 呃 max 點 x 必須大於3 然後我們這邊else嘛 else才執行 好那我們就可以把下面這大串通 通通都貼到 這個裡面 好那我們再執行 我們再按次run 好 這個時候如果你打test3 一樣會出來 test2 他就會告訴你error了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其實這一題沒有很難嘛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 很困難的話 嗯就是 在影片再稍微複習一下吧 好不好 這個應該還好 你可能就是剛教的東西不熟悉阿 這樣 好那我們繼續 繼續來看 來看這個下一個部分 好下一個部分是 這個 我們上一節課教你讀檔了嘛 對不對 那也教你這個 呃 我們上一節課已經教你讀檔了 那 讀完檔之後阿 你可以看一下這份檔案 那我們再讀他 我們這個 我們上一節課還有教你怎麼 把重複的去掉 對不對 這個可以吧 還記得上一節課怎麼做的嗎 可以吧 有點忘了 好沒關係 有點忘了我們稍微 我看好像大家都忘了差不多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上一節課的哪裡有教這個 有教去重複 我們上一節課這裡是不是用回圈檢查了 練習二的地方 是不是用回圈檢查了哪些學校會重複 對不對 那 呃 並且就產生了一個新的colum 去重複嘛 並且我們發現其實原來函數duplicate 可以直接做到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這次上一節課教的東西喔 我並不鼓勵大家直接 就是背語法啦 但是duplicate真的蠻方便的 好不好 那 這個 反正你不會用你也可以 就是你忘記了你也可以用回圈寫出來 這樣子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節課 我們要對這個檔案在做什麼事 好 首先我們一樣先把這一筆Data讀進來 好 這邊寫入境喔 那 我現在已經 我現在把它放在Lesson4裡面 這是Data4的Data2-1 然後 我讀進來的時候 呃 注意一下 像我的電腦 你們電腦 你們有人用Mac的電腦一樣要下這個指令 file encoding 等於 cp950 這個是 我的這個檔案的編碼方式 在Window裡面用的是 呃 台灣買的Window 用的是這個 就是 cp950 這一個 編碼方式 如果是中國大陸買的 那會不一樣喔 就是世界各國的Window 編碼方式都不一樣 可是 呃 像我用的這個 電腦是Linux的 那那個 呃 你們可能有人用Mac的 那你們都需要下這個指令 不然他不知道這是什麼 好 按RUN之後 它是不是被讀進來了 Data在這兒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Data 要怎麼看呢 head這個函數可以幫我們 只看前六個raw 對不對 好 這是不是心動過小的重複 這個我們上次就發現了 對不對 如何把這件事情解決掉咧 函數duplicate Data1 按RUN 這是不是有一堆的True跟False False是什麼 False代表是說沒有重複對不對 True就代表重複了 看到了嗎 第六筆的地方 它發現重複了 這樣可以接受 那還記不記得 這個 所影函數其實是可以用True跟False來當 所影函數的 你們應該 可能記得 可能忘記了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利用 把Duplicate 當作是 Duplicate Data1是一堆True跟False 我把它當作 Data1的所影函數 我這樣按下RUN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會把重複的 標出來 這是重複的嘛 對不對 因為True的 True的兩個就是重複的 那如果我要不重複的呢 我這邊是不是可以 等於等於False 這樣這些是不是就是不重複的 看到了嗎 第六筆被我刪掉了 這樣可以吧 好當然啦 你用這種方式法以外 你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用驚嘆號 因為這個後面本身是True跟False 嘛 驚嘆號是把True跟False反過來 這樣可以嗎 好你現在 我現在 本來Duplicate 是長這個樣子 我如果在前面加上驚嘆號 就會全部反過來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我可以用驚嘆號這樣子 我一樣可以找出 就是 就是 驚嘆號Duplicate 我一樣可以找出 看第六筆被刪掉 完全沒有重複的資料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還是用標準的做法好了 就是False這裡 所以DataOne.clean DataOne.clean 就是 這個 DataOne 但是沒有這個 就是 就是 沒有 沒有重複的資料 這樣可以嗎 就是已經被我清理乾淨了 好我現在按下Run了以後 DataOne.clean 就是我要的資料 對吧 這樣可以接送齁 好 這裡 到目前為止應該 沒有那麼難啦 好不好 在我們 在我們 呃 然後接著 我們 我們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先 就是 這一張做完之後 我們先暫停一下 我們要確定 大家都有到這一步 來 透過我們剛剛學的自訂函數功能 我們可以把所有過程審合起來 來 注意一下 是不是這裡 是輸要輸入的路徑 可是我這裡有好幾個檔案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有2-1 2-2-3 2-4 我這邊寫2-2 那我現在DataOne.clean 是不是就是 2-2的檔案 這個跟剛剛那筆不一樣 這樣可以 那 所以我是不是只要輸入 passway 我其實就可以把所有函數 弄下來 我是不是可以這邊 file.pass 等於 這一串 那這一串是不是就可以被我改成 這邊還有一個引號 這裡是不是就可以被我改成 file.pass 這樣可以吧 這個 這樣子我是不是 按run 我是不是一樣可以得到DataOne.clean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打包成一個函數啊 欸 當然啊 DataOne.clean我還要讓它秀出來 我需要再打一次 這樣可以嗎 不然的話它 存成DataOne.clean就沒有了 這樣子 是不是就是我要的東西 這樣可以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打包成一個函數 怎麼打包咧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 Data 好 再看一次我怎麼做喔 DataPipeline 等於 function 小括號 大括號 可以嗎 把所需要執行的程式碼全部放到中間來 那把參數放到這裡來 這樣可以吧 好 你再看一次喔 我現在把這邊 delete掉 我現在把它清空 按下run 現在是不是有DataPipeline 這個函數了 再看一次DataPipeline 然後我這邊輸入Lesson4裡面的Data2-1.csv 好 這是不是被我已經去重複的 你看第六筆被我刪掉了 這是去重複的DataOne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當然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這個叫DataOne 這樣可以嗎 按下Enter 注意一下我現在沒有DataOne 我現在按下Enter之後 是不是就是DataOne了 那這個DataOne 我再把它叫出來 就是那個 沒有第27筆 沒有第6筆的那個 已經被clean過的Data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到這邊為 到這邊為止 我們先確定你可以做到這一步 好不好 先暫停一下 讓你們做一下 不好意思我們花了一些時間 我們繼續 那 當你會讀檔以後 對不對 呃 我們下一步就是 那我們 呃 我們現在就很方便了嘛 來 我們現在剛剛是讀這個 我們剛剛是讀這個 呃 好大家看 我們剛剛是讀Data 2-1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就可以讀Data2-2 然後我們按Head 看到了嗎 那就2-2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這邊打2-1 那 欸那這就是第2-1這個Data嘛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 有了這個Pipeline這個函數之後 欸 基本上我做 資料整理這件事就蠻簡單的 重複就是 每一個檔案我都可以用這個 這個函數來整理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那 呃 我們可以拿來做什麼事情 那 1跟2 都整理完之後 有一個很神奇的函數就可以拿來做囉 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我就是把第一份資料讀進來嘛 第二份資料讀進來 我現在把這邊清空喔 大家再看一次 我現在這樣子按一下Run了以後 是不是Data1-Clean跟Data2-Clean就被讀進來了 Data1總共有26筆資料 Data2有33筆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Data1 好這個Data2-Clean 好注意一下 這個Data1-Clean跟Data2-Clean 它分別是什麼咧 它分別是這個 就是 早上 2016年4月25號 早上7 早上5點半跟早上7點的 那個 各個 天氣測站的資料 這邊 這邊是 緩度 然後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 PM2.5的濃度這樣子 好 所以 那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想要把資料就是 整合起來 我想看看同一個側站 這個 它早上5點半的資料是多少 早上7點半的資料是多少 並且那個 就是 比 比對的那個 東西是用小學名稱 這樣可以吧 我如果不用小學名稱的話 我直接貼的話 我並不知道 那個側站 同一個側站 它 不同時間 它是哪一筆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用呢 我可以用Merge這個函數 這是一個新的函數喔 欸對 好像旺跟大家講這個符號 這個 我寫講義的時候沒有用好 這個符號跟等於是一模一樣的 等於就是 這個完全可以改成等於 就在R裡面 其實 其實這個 就是這個就跟等於是完全一樣的 意思完全一樣 只是說就是 呃 一般來講 因為等於在那個函數裡面會用 那所以說有些人他喜歡就是 有些人他喜歡在 函數外面用的是這個符號 不是用等於這樣子 那它是完全一樣的喔 沒有差別 那因為我在整理講義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 打得很順 因為其實我也是有這個習慣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符號 對就是 對新手 不了解這樣子 所以我是不小心打的 實際上這邊打等於是可以的 好 那 這個 我這樣子 merge這個函數齁 第一個輸入的參數就是 第一筆data 第二個輸入的參數就是 第二筆data 第三個輸入的參數就是 by by就是我要的那個index 叫什麼名字 我要的index叫 school 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檔案都有 school這個 變相對不對 這個變相 就是代表它的index 然後 all等於true 就代表 左邊跟右邊 只要有任何一筆 我就要了 不然的話 就是 all等於false的話 它就是左邊 跟右邊同時有的才要 好我現在按下 全部執行之後 你看一下merge data 現在的merge data 仁愛國小 第一個時間點 的pm2.5是37 第二個時間點的pm2.5是39 南湖國小 第一個時間點的pm2.5是43 第二個時間點沒有這筆資料 可是這樣我就把它配起來了 這樣可以吧 我的merge data 總共有48筆資料 有一些是重複的 有一些沒有重複 也就是有一些側站 兩個時間點都有 有一些側站 只有一個時間點的資料 這樣懂了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呃 這個就是merge data的結果 好 那當然啦 其實我們重要的 重要的這個 這個information 其實只有 pm2.5的濃度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 再給它兩行好不好 Data1 clean clean完之後 我們再給它 simple 就是把它變得簡單一點 變得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用索引函數 只要它 pm2.5跟school的 這個 value 好 我們現在按下 run之後 嗯 這個是還記得那個 矩陣的索引函數嗎 現在它是不是只剩下 pm2.5的濃度跟學校的名稱 這樣可以嗎 那Data2 simple pm2.5的濃度跟學校名稱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我們現在如果 我們在merge的時候 我們merge的是simple的檔案 這樣看起來就會簡單很多喔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樣看到了嗎 這樣就是第一筆跟第二筆嘛 對不對 XX國小 第一筆第二筆 X 這樣可以吧 內湖國小 第一筆第二筆 南湖國小 第一筆43 第二筆NA 那有一些是先NA 再下來 中三國小只有第二筆 沒有第一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知道merge這個函數怎麼用了嗎 對不對 好 那來 接著 我們還可以再下載一個檔案 Data2-3 Data2-3 我們現在來 我們來看看Data2-3喔 好 好我們再把Data2-3把它讀進來 Data2-3讀進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一樣可以用 DataPipeline把它讀進來 這樣可以吧 讀進來之後它是不是被clean了 clean完了以後我再把它簡單化 這樣子我的DataSimple 是不是就是 這個 又是保持著原來的樣子 這樣可以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 merge data 注意喔 現在我的merge data已經有兩筆了喔 現在我的merge data已經有兩筆喔 我可不可以把merge data等於 merge 我用複製的好了 我這邊 我前面有改名字 沒關係我用這裡好了 我複製這一串就好了 我merge data 我可不可以直接merge merge data 和 這個 和DataSimple 好這樣什麼意思咧 我現在這個merge data 是不是已經有兩筆了 然後我用merge這個函數 把它跟DataSimple DataSimple是我剛剛讀的 這個2-3這個檔案 我再把它merge在一起 產生一個新的merge data 這是一個覆蓋的效果 好不好覆蓋 玩一下run以後 大家看一下現在的merge data 是不是總共就有三筆資料 第一個時間點 第二個時間點 第三個時間點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 我這樣子是不是 我就可以 因為我這個物件是一直繼承的 我是不是可以一直merge 一直merge 我可以一直改這個入境名稱 然後一直merge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了解齁 好 那再做一次 就merge2-4 來我們再做一次 merge2-4 這樣子嘛 好注意喔 我完全沒有改任何 函數 我就是直接複製下來而已喔 我完全沒有改喔 這樣可以吧 再按次run 好 你看一下 merge.data 是不是第四筆資料都進來了 第一筆 第二筆 第三筆 第四筆 看一下仁愛國小 是不是四個時間點都有 這樣可以吧 好 好 那現在 如果你 有注意我們的檔名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檔名就是 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咧 我們完全可以把它寫成 回圈的形式嘛 看一下喔 好 好 DataPipeline這個函數必須留著 好不好 i等於1 那i等於1的時候 就是我先對DataPipeline 把它 把它 把paste paste這個函數 是把字貼起來 這樣可以嗎 i等於1的時候 paste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串指令 把這一串 注意喔文字要加引號喔 把data2之 然後data.i data.csv 然後他的sep是 間隔是甚麼 間隔是甚麼都沒有 我現在按enter之後 他就會data2-1 我現在i等於2的時候 這一串就是 data2-2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透過這個方式 我是不是可以把 我這邊要加lesson lesson4 我透過這個方式 我是不是可以把 我先把它清空 好不好 我先把它清空 好大家看一下喔 好我現在是不是 得到一個 data.simple.start 是不是 就出來了 data.simple.start 這是最開始的資料 對不對 i等於2的時候 是不是 我可以把 data.simple.start 跟 data.simple.continue 把它合併在一起 好 這是不是 第二筆資料 然後接著i等於3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一直 合併下去 最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獲得 4筆資料 這樣可以吧 好 請你把它 要做的事情不多 請你把它整合成一個回圈 就是 你讓它變成回圈嘛 那注意這邊 這邊 有時候 從第二個開始才用merge 對不對 你可以用if i等於1的時候 不要用merge i等於2以後 就是這樣 程式 這樣可以嗎 你還可以再做一些 進一步的做法 絕對說 data.clean 這一步 我可不可以把它合併到這裡來 就是 因為這一步大家都要做啊 就是 變成simple 這件事情大家都要做嘛 所以我其實可以把它寫進pipeline裡面嘛 對不對 好 現在我們做一下練習題好不好 好 開始 提示是這樣子的 就是有些人可能 就是因為你們不是很熟 就是阿緣 就是回去可能練習也不是很多 所以啊 你們忘記回圈怎麼寫了 我寫給你們看 for i in 1到4 好 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是要執行的4 然後你應該有注意到 這裡 i等於1跟i等於2 3 4的時候 做法不一樣 i等於2 3 4 這幾串是完全一致的 對吧 i等於1的地方是不一致的 所以 我們這邊要寫 if i等於等於1 我們就要執行一些事情 else 我們就要執行另外一件事情 好 所以請你按照這個殼 把這些血肉把它貼上去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再給大家兩分鐘 這樣子 好 回圈的關鍵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骨頭已經 骨頭已經長出來了 對不對 回圈的關鍵是 我們要找出 重複的 程式碼在哪裡 重複的程式碼在哪裡 這一串 是不是重複的程式碼 注意喔 這一串 你看這一串 跟這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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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一樣 對不對 所以i等於2 3 4的時候 其實我就把它貼到這裡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吧 那i等於1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 長跟別人不一樣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裡放到這裡來 好 所以其實就這樣而已 好不好 然後我把上面刪掉 好我現在把它清空喔 然後執行次好不好 來看著喔 好看到了嗎 成功了 這樣可以嗎 好有人說這邊為什麼會有這個警告訊息 這不重要 這是因為 你的這個 卡倫的名稱重複了 不過這件事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好不好 因為你要改卡倫的名稱的話 你可以用卡倫 name把它改掉 對不對 卡倫 我們這邊 我們甚至可以寫它回圈裡喔 來看著喔 好 卡倫 names data 點simple 點start 第一個colon一定是cool了嘛 所以不用改嘛 對不對 所以第i加一個colon 我們可以給它改成什麼呢 paste pm 2.5 之 i 好我們寫下這個之後 我們按下 我們在執行次你看喔 欸怎麼會這樣 發生什麼事了 喔 等一下等一下這個 這個 scool要放在前面 不然它就被我改掉了 好再執行一次 好看到了嗎 pm2.5-1-2-3-4 是不是就被我秀出來了對不對 因為我改卡的name嘛 好 那再講一個 舉例來說我可不可以把這個東西 這一行也整合到上面來 可以嘛對不對 來看著喔 看著怎麼做 欸這個data 等於 data1.simple 然後我這邊把data1 點simple 把它秀出來嘛 對不對 那有了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 這個可以直接繼承過來 我這一行是不是可以刪掉了 好這樣子一樣喔 我再輕控制 你看喔 好這樣一樣可以做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可以嗎 我就是把 我又把一個東西丟到上面去而已啦 因為它是共用的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這一小節的部分就這樣子 好第三節比較重要喔 就是 今天的第三節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 我 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把 欸我們明天就要上下一次課了對不對 好像是耶 我們明天就要上下一次課嘛 對不對 所以不太有複習的時間 欸 可是這沒有辦法 就是 在國慶連假的時候 至少這一節課的 這個 進度一定要跟上 這樣子 這邊很 現在這一節 是我們開始要真的學習程式語言 最大的關鍵喔 就是 你要知道我們 就是 之前的課程喔 那都比較像初級版啦 這一節 這一節我們要做一個比較大的突破 來我們要做什麼突破 我們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我現在把這邊清空喔 好我們要把檔案讀進來 現在我要讀的檔案叫Data 3-1 同樣你可以下載下來好不好 Lesson 4 好 所以我現在把它清空喔 好 我把這個檔案讀進來的時候 這個檔案是什麼 某某人得到某某病 某某人得到某某病 這樣可以吧 好我想要把資料轉成什麼格式 我希望看到的是 某某人他有沒有得到CKD 有 某某人A有沒有得到Depression 有 他有沒有得到DM 有 他有沒有得到HTN 有 這樣可以吧 我現在希望把這樣的資料 轉成這樣的資料 好 那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注意喔 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到這麼開放式的問題喔 好不好 在此之前我們做的事情都是一個 目標離 就是 我們想要的東西 離我們一開始的東西其實都沒有很遠 現在這一次我們的東西真的很遠喔 這樣的資料格式要轉成這樣的資料格式 到底要怎麼做 好 你們一開始現在一定是NO IDEA啦 好不好 讓我們開始有一點想法 我們先跟你們講說 來 其實基本上你要用到的函數就只有這些函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接著我們要怎麼做好不好 來 在我們開始 這是上頁喔 在我們開始 寫程式之前 我們先想一下 我們的這個 目標 矩陣 它是一個幾乘幾的矩陣 它的 Number of row 是多少 我們不知道 但是是什麼 是人數嘛 對不對 可以吧 Number of column 是什麼 是多少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是疾病的數目加1 對不對 好那我們要怎麼獲得人數 我們要怎麼獲得疾病數 你是不是想到了 人數 就是ID的總數嘛 對不對 有幾種ID 疾病就是有幾種疾病 對不對 幾種什麼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 來做 還記不記得 以前有個函數 叫Levels Levels可以把什麼東西拿出來 把因子 向量裡面的 總類數拉出來 對不對 所以說 來看著 當然你要先確定它是Factor 很幸運的 現在我們的 第一個Colon 跟第二個Colon 都是Factor 所以可以直接用Levels這個函數 對吧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Levels這個函數 Levels這個函數 Levels這個函數2 是不是看到了 就是這幾種 是不是就是這幾個人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用Levels這個函數 把東西弄出來 所以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Sample的Levels把它叫出來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不是就是 哪些人 那同樣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把他的人數用Lens把它求出來 Levels 我現在在問他Lens 是不是就是人數 可以吧 這個是 我們之前就教過這個組合了 對不對 可是你一定忘記了 在這一課之前 你一定忘記這個組合可以這樣用 好不好 所以你這樣知道了吧 我現在到目前為止 你教的函數非常非常少吧 我到這一節課 已經第四節課 到下一節課 我也不會教你們什麼新函數 總共20個不到嘛 對不對 但是你看我們現在要做這件事囉 好不好 來 N.Sample 等於24 這樣可以吧 好 那繼續 Levels.Delese 那你知道 Sample這麼做了之後 Levels.Delese 跟N.Delese 這個就沒有那麼難 這個就沒有那麼難想到了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我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現在的N.Sample 是24 N.Delese 是4 所以我要產生的矩陣 我的目標矩陣 是不是就是24x5 可以接受吧 因為我第一個要放ID 好 那我要怎麼產生一個空的矩陣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Matrix的函數 Matrix的函數是不是產生一個矩陣 好 我們來看一下NewData NewData等於Matrix 0 我就先通填0 好了 其實填什麼都不重要 因為到時候我一格一格要填 對不對 好 然後 N.Delese N.Sample N.Delese N.Delese 就產生一個NewData 這是一個空的矩陣 24 乘上5 的一個空矩陣 對吧 好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先把ColorNames把它填進去 ColorNames等於 NewData等於 第一個放ID 後面就放LevelsDese LevelsDese 就是我的疾病 對不對 好 按下Run 看一下我們NewData 好 是不是ColorNames被我填上去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繼續 第一個Color 是不是 人民 第一個Color要填人民嘛 所以我可以把LevelSample填到第一個Color 這樣可以嗎 好 我現在按下這一行Run 然後我現在再看一下NewData 是不是第一個Color被我填入ID了 好 那我現在下一步是不是 我是不是就要填這些 有沒有DKD 有沒有DEPRESSION 有沒有DN 有沒有HYPTENTION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 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人得到哪些疾病 我們是不是就用回圈做就可以了 第一個人I等於E嘛 好注意喔 注意喔 看我們這裡喔 I等於E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找出Data1 Data1 是不是就是人 ID 對不對 那我找出 它等於等於LevelSample裡面 第I個 I就是E嘛 對不對 第I個 這樣我是不是找到的是 這一個人 第一個人的疾病 第一個人有這四種疾病 對吧 那第二個人呢 我們看一下 第二個人是不是有這三種疾病 可以嗎 第三個人呢 第三個人有這兩種疾病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用 我們就用第三個人來當例子好了 第三個人有這幾個疾病 那其實我們有 我們想知道其實只有疾病嘛 ID不重要了 因為ID就是那個人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裡痘點後面 是不是可以填2 這樣可以嗎 這樣是不是就只有 喔這個人有DM加Depression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齁 好我們只要疾病就好了嘛 對不對 好接著 這個時候啊 還記不記得%in%這一個函數 這函數我們上一集有教嘛 對不對 在做重複 重複的時候我們有用到它 它這個函數的意思 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 左邊的 右邊的 左邊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左邊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好我們現在來看喔 來我們來1 4%in% 只要1到3 這樣它會回答有什麼 回答有False對不對 因為4沒有出現在後面嘛 那4%in%1到5咧 回答有True對不對 4到5 %in%1到5 4跟5都有出現在後面嘛 對不對 4到6 %in% 1到5 TrueTrueFalse 對吧 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看著喔 Level's disease Level's disease是什麼 所有的疾病對吧 Level's disease是所有的疾病 這樣可以嗎 那 後面這一個 是不是就是這個人有的疾病 這樣可以嗎 這個第1個人有的疾病 後面這一串是第1個人有的疾病啊 這樣可以吧 那 那 全部的疾病有沒有出現在第1個人有的疾病 我是不是可以按一下 RUN 它是不是就告訴我第一個沒有 第二個有 第三個有 第4個沒有 對不對 那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個填入 New data裡面 那第1個不用填嘛 因為第1個是 第1個Column是ID 對吧 好看著喔 我現在按一下 這一串之後 我的New data 再看一次 第3個人是不是就填入 FalseTrueTrueFalse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聰明的你一定想到 題目是什麼 好 回圈 好不好可以嗎 我現在已經教你們一個人怎麼填了喔 請你們把第1個人填到最後一個人 好不好 好那 我們就開始做回圈好不好 那 這個先把螢幕還給你們 好 這一題 這一題的答案 這一題 看一下我的程式碼 在 我們在做回圈之前 我們再回想一下我們程式碼來做什麼 好不好 首先把答案讀進來對不對 答案讀進來之後 我們第一步要知道什麼事情 我們第一步要知道說 我的這個 就是 我的目標要長什麼樣子 我的目標矩陣要長什麼樣子 我要長成24x5對不對 那我怎麼取得那個24的 我要先把Data1 Levels出來 所以我得到Levels sample 對吧 接著問一下Levels sample總共有幾個 所以總共N點Sample產生 Levels disease N點Delice 以此類推 得到以後我產生一個NewData 接著這個NewData 他的第一個column 是ID 後面幾個column 是Desease的名字 對吧 然後第一個column 全部都填入Levels sample 所以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按RUN 基本上NewData 已經具有初步的樣子了 剩下只變成我每一個 每一個RAW 每一個RAW要好好填 對不對 每一個人要每一個人要好好填 接著 我找一個例子 I等於3的時候 我來做一下 I等於3的時候 一樣按照我剛剛所介紹的邏輯 我現在可以把 這個人的Desease把它叫出來 這樣可以吧 這個人的Desease叫出來 接著用%% 我就可以問說 這些疾病有沒有出現在 後面這些疾病 FORCE 然後我把它填入 I個人 然後除了第一個column 我還剩下把它填進去 這邊本來 這邊本來 是0000嘛 對不對 我把它填進去 是不是 這裡就變成了 這裡就變成了FORCE TRUE TRUE FORCE 對不對 我現在全部執行 看一下NewData 是不是第三個人就被我填進去了 好那我要做回圈 我怎麼做咧 I回圈 FOR I I引1到 1到24對不對 可是24這樣子太粗糙了 我們1到N點Sample 好然後我們把這一行貼上來 全部執行 好現在你就看到NewData都出來了 這個是不是 每一個 這個就是完全填完的 好不好 所以 我們今天稍微總結一下 然後你們繼續練習好不好 我們今天 我先教的最後一節 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 這個 最後第三節的這個東西 我們的 希望的結果 離我們一開始的東西 真的已經差非常遠了 所以我在告訴你們說 我們要怎麼 一步一步的把它 建造出來 建造出來的邏輯就是 首先我們去思考 我們的目標 到底長成什麼樣子 它是一個矩陣 那它是幾乘幾的矩陣 然後我們可以用回圈 一格一格的把它填進去 這樣懂意思吧 我們可以一格一格的 用回圈把它填進去 回圈 如果您夠熟練了 可以單層回圈 雙層回圈 甚至三層回圈也可以嘛 對不對 一層一層的把它填進去 這樣子 一格格子 一格格子把它填進去 這個就是資料處理 就是最重要 就是 的那個 邏輯啦 這樣子 我們要把這個邏輯學會 那這樣子我們程式才會寫 這樣子 那今天課就上到這裡啦 今天課就上到這裡啦 謝謝 謝謝 謝謝